原神玩家不做会后悔的是 1.戴萌星 娱乐圈著名五星上将迈克·阿瑟曾经说过 玩原神不戴萌星 就如同上战场没有拿我的弹弓一样遗憾 哦 确实是这样 原神作为一款风景优美 地图巨大 可玩性极强的游戏来说 很多萌星刚开始玩时 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原神大佬的出现 将会像是看到暗里的人 突然像自己告白一样珍贵 那戴萌星的好处有 第一点 获得奉献自己原神知识的满足感 第二点 体验说啥就是啥的大哥大姐的快感 第三 受到萌星羡慕惊艳的赞美声 第四 那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获得萌星世界无情无尽的材料 当然也有带萌星的坏主 第一点 以萌星反复的新手操作而生气 第二点 以萌星不听自己的话而生气 第三点 以萌星随便抽两下 就出金的超高出金率而嫉妒生气 诶 这是谁 厉害吗 一点都不厉害 你耗费了 给我吧 我来替你玩 二 看霓虹君的视频不点赞 大家都知道 霓虹君做视频不容易 下去下去 给我点赞 点赞哈 二 找到一起玩原神的好友 原神作为一款偏单机类的游戏 一个人玩确实也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朋友和自己玩 那将会是少了很多乐趣 这个朋友可以是现实好朋友 也可以是网友 更可以是CP 男女朋友 特别是在原神世界里为情侣准备的爱心导 或者爱心术彩蛋 如果能有一个喜欢的人和自己一起解锁这个彩蛋的话 相信会是一件十分浪漫的事情 当然还有很多前期打不过的本 如果能叫上朋友一起奋战的话 那绝对会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喊出那振奋人心的口号吧 是兄弟 就来砍我 三 沉浸式体验剧情 世界著名童话大师爱迪生曾经说过 如果我早就玩过原神的话 我的童话世界肯定会火到外星 哦 是的 没错 原神作为一款出到两年半后 又过了半年 到现在刚好三周年的游戏来说 剧情任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主线剧情 会随着版本的更新 进而充实丰富起来 霓虹君在这里真心建议各位小伙伴们 沉浸式体验剧情 这样你对原神的世界观和每个角色的心路历程 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玩起来呢 也更加有意思 我呢 有个朋友 居然玩了一年多了 主线还停留在虚迷 连小草神都还没见着 要不是因为看他容貌俊秀 帅气逼人 我早就给他一记太拳踢了 哎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最近呢 霓虹君也是比较的忙啊 那从今天开始 我也要争取多更一些有意思的视频了 让我回到往日 高产四母猪的状态吧 那我是快乐霓虹君 记得给这条视频点赞 看霓虹视频 走灿烂人生 Happy